大家好,欢迎收听真情故事会 嫂子沈尽严意外去世 葬礼上众人议论纷纷,满腔惋惜 没想到陈氏集团不忘女人 这说的是我那大富豪爸爸陈炳伦 以及我哥陈子龙 一年前我妈去世 现在我嫂子也去世了 可我哥这蠢货,没有一丝悲伤 甚至喜从中来 竟然把他的新欢带到了葬礼现场 还给自己唱起了高调 男人中年三大喜事之一 就是死老婆吗? 众人惊恶,不知做何回答 只得陪笑 我爸也傻眼了 在我跟前嘟囔道 我这大傻儿,才刚到三十 那就中年了 听到这话 我瞪大了眼睛 说道 爸,这是重点吗? 重点是 我哥把新欢带到这个场合 明摆着把嫂子不当人呢 我爸摆了白手 说道 哎呀,千千 你个小姑娘懂什么 你嫂子都死了 躺在盒子里了 还会在乎这些吗? 况且,你哥最近给集团 谈了一笔大买卖 正春风得意 我哥的新欢叫梁艳艳 一身浓妆艳抹 却盖不住 时而散发出来的烟酒味 她在嫂子一向前徘徊 抿嘴 继而偷笑 这场景 真是扎眼极了 我实在看不惯 走上前去 对她说道 这里不欢迎你 请出去吧 梁艳艳竟朝我翻着白眼 说道 小姑娘 注意你说话的方式哦 我即将是 陈氏集团接班人的太太 最好别得罪我 我气得直摇头 这女人可真会摆谱 她看着嫂子一向 说道 哎呀 长得也太衰了 一脸的克服样 自个儿先没了 容貌真不及我万分之一 我怒不可遏 直接赏了她一耳光 清脆的声音在大堂里散开 我吼道 贱货 还轮不到你在这里放肆 女人被打猛了 脖子一歪 脸上显着巴掌印 她停顿一会儿后 又转着圈倒在地上 立马哭喊起来 真会给自己加戏 众人见状 立马围了过来 我哥扶起梁艳艳 冲我吼道 陈芊芊 你想干什么 我回道 陈子龙 你可真够缺德的 嫂子葬礼上 你就光明正大地带着女人回来 你可真比泰迪狗还着急呀 见我不留丝毫情愿 她仗红了脸 气急败坏地说道 她妈的 人都死了 难道要我披麻戴笑 守寡三年呢 众人表情微妙 想笑又不敢笑 我回道 既然话敢话说到这了 我也不兜着了 嫂子一直健健康康地 却突然患病走了 我就怀疑 是你这畜生 有什么事瞒着了 陈子龙气得脸上 一抖一抖的 还真像受到威胁的狗 她走上灵堂 想要夺取骨灰盒 边说道 她妈的 你觉得有猫腻 来 拿着骨灰 你去检验 看她是不是病死的 现场一片大乱 众人连忙拉住她 怕这大傻子 真干出什么蠢事来 也有人议论起来 这陈氏集团的莽儿子 要养了自个儿 老婆的骨灰 此时 我爸怒吼一声 够了 现场一片肃静 我爸脸色铁青 对我说道 芊芊 你还有个妹妹样吗 当着这么多商界好友的面 让你哥难堪 竟挑事 我毫不客气 回怼道 那他带着新欢来 嫂子葬礼 算个什么事 我爸说道 住嘴 你到底是陈家的人 还是他沈家的人 怎么老帮着一个 死了的外人说话 这一刻 我心彻底凉了 抱起嫂子唯一的儿子 果果 离开了现场 嫂子并不是什么名门望族 她来自于一个普通家庭 当年还是大学校话 被我哥遇到 追求不成 墙上了 这是让我知道后 执意要为他出头 在家里大闹了一通 要么我哥去坐牢 要么赔偿一千万 我更倾向于前者 但嫂子选了第三条路 嫁入陈家 她的理由很简单 想跟我做亲人 她的婚姻并不怎么幸福 我哥借由生意 在外面拈花惹草 但嫂子是个贤惠的人 偶尔还能帮助家里 处理工作事务 她身体一直没什么问题 这次突然病故 我觉得太蹊跷了 而这种不安感 在我的助理小文调查后 基本证实了 小文说 她跟踪过一位庸人 在被处理掉的嫂子遗物里 有半截绳子 我去找我哥 想套出一些信息 问个究竟 陈子龙一如既往地 轻浮于恶心 看着端坐在沙发上的我 脸上露出了邪笑 我浑身不自在 毛骨悚然 她突然靠了过来 与我并排坐 我的好妹妹 我跟你讲 你这张脸蛋 真比得上那些个明星了 说着一只手臂伸过来 搭在我肩上 另一只手 是图摸我的脸颊 我微微一笑 顺手捏住她的脏手 反手一扭 她整个手臂 立马成了麻花状 陈子龙立马疼地大声喊叫 又从沙发上跳了起来 我松了手 说道 哥 好歹咱们也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你都忘了吗 你和你的狐朋狗友 花天酒地的时候 我可是在武术馆 柔道馆 格斗馆里 挥汗如雨啊 她勾搂着腰 搓着差点被扭断的手臂 脸上透着恐惧的表情 我又说道 你说说你 能不能正经点 对你妹妹都这么不检点 说到这 她脸上又透着邪笑 说道 呵呵 你她妈 忘了老爸在葬礼上说的话了 你到底是不是陈家的人 我想你心里清楚得很吧 我明白她的意思 我妈是后来嫁入陈家的 我和陈子龙 其实是一父一母的兄妹 见我不吱声 她更大胆了 说道 说实话 我她妈一直想试试 没有血缘的妹妹 如果你觉得家里没兴致 历景大酒店的九五零房间 是哥长期包下的 要不咱去那玩玩 想想就带尽啊 小辣椒 老子倒要看看 你有多大本事 说吧 陈子龙猛地扑了过来 这大傻子哥哥 是真勇啊 勇气可嘉的勇 还没等他碰到我 我见机一脚踢向他的裆部 他立马双手捂住 跪倒在地 满嘴喊着 你他妈不讲武德 我走过来 抓住他的头发 掀起脸 攥紧拳头 一拳一拳凿下去 没一会 他的眼睛污了 鼻子歪了 嘴角躺着血 这家伙用尽全身的力气 挣脱开 双脚蹬着地 快速往后退去 我摩拳擦掌 向他走去 笑道 傻哥哥 别跑啊 来玩啊 他吓得丢了魂 连滚带爬的 在地上来了套赵斯蒂板舞 又顺手 抄起贵重的物件 向我丢来 东西砸在地上 噼里啪啦地响 闹了好一阵子 门突然被推开了 我爸进来了 紧接着 那个新欢梁燕燕也进来了 我哥像是找到了救命稻草 连忙爬到我爸身边 抱住他的大腿 听命地喊 爸爸 爸爸 救命啊 陈千千 这个贱人 要杀我呀 梁燕燕赶紧扶起陈子龙 我爸脸色铁青 望着儿子 说道 太不像话了 我顺势说道 可不是吗 哪有做哥哥的调戏妹妹的 陈子龙更委屈了 都快哭出来了 爸 你是不知道啊 他下手是真狠啊 随后 模仿着我打他的样子 让人忍俊不禁 我爸转过脸 看着我 表情阴冷 显然是动气了 他说道 你怎么对你哥怎么狠 我没好气地说道 呵呵 您怎么不问问他 有没有把我当妹妹 他听不得这些 摆了摆手 说道 千千 今天起 你别在集团挂职副总了 包括你的那个助理小文 一并解雇了 听到这话 我有点愣住了 陈子龙像是出了口恶气 露出小人得志的表情 叫嚣着 哼 臭女人 让你嚣张 叫你卷铺盖走人 不是一天两天了 你以为就你有能力 我他妈最近跟绿城集团 谈下的合作 可是得到老爸的首肯呢 我爸的财产必须是我的 你他妈别想得一分 爸爸突然咳嗽了一声 陈子龙立马住嘴 原来 这一切都是他们早就计划好的 我始终只是个外人 看来 在嫂子这件事的立场上 我犯了他们爷俩的忌讳 这天 我回到集团办公室 看见小文正在收拾东西 她脸色不佳 还为我打抱不平 千总 谁不知道集团能活下来 都是您的功劳 他们爷俩 一个思维僵硬 一个吊儿锒铛 若不是您留学归来 锐意改革 及时调整 带领集团迅速走出困境 现在就这样 鸟进工藏 被扫地出门了吗 而且 你知道吗 少爷跟绿城的合作 里面猫腻很多 她越说越激动 我却平静如水 而此时 外面传来一阵喧闹 我透过百叶窗看到 是梁燕燕来了 众人是好 纷纷恭维 气派极了 却没想到 她直冲我而来 力索地进了办公室 她看都没看我俩一眼 直接走到我的老板位 一屁股坐了上去 小文欲争执 我暗暗拉住了她 梁燕燕自顾自说道 这集团员工挺懂事嘛 夫人前夫人后的 嘴真甜 我和你哥 这不还没办婚礼吗 说吧 捂着嘴咯咯地笑着 屋里静得出奇 我和小文都不带搭理她的 她又自顾自说道 今天呢 我就是来看看 你这间办公室 我还挺喜欢的 你麻溜的 这两天收拾好 早点滚蛋吧 见我不吱声 她倒是来气了 起身 走到我面前 对我恶狠狠说道 陈芊芊 到现如今了 你还张狂什么呢 那天我可是亲耳听到的 你被老爷子扫地出门了 现在你啥也不是 一条落魄的丧家犬而已 我劝你识项点 去给老爷子扶个软 说不定还能讨要点生活费 然后带着那女人的孽子 滚出陈家 我有些乏了 打了个哈欠 往后靠了靠 已在沙发上 小文终于也忍不住了 她拉上百叶窗 在办公桌上拿起一支笔 按出笔心 迅速走到梁艳艳身旁 掐住她的后脖梗 一把将她拽倒在地 紧接着用力往前推着她的下巴 这几个动作干净凌厉 梁艳艳都没反应过来 就被撂倒在地 头紧紧贴着地面 嘴巴都发不出声 但她全身颤抖着 明显是害怕到了极致 小文把笔心逼近她的眼睛 说道不入流的下等货 陈家大小街 岂是你能冒犯的 你要是在这般无礼 胡乱狗叫的话 我破了你的像 看你还得意什么 说吧 小文用笔心在她脸上滑拉着 梁艳艳抖得更厉害了 小文又说道 没那个实力 就别张狂 听懂了吗 梁艳艳乌叶地发出几个恩 小文这才放开 女人艰难地爬起来 头发凌乱 眼神畏惧 一侧脸上写了个贱字 显然已经被吓傻了 梁艳艳拾起包包 捂着脸落荒而逃 小文不愧跟了我这么多年 很清楚我做事的风格 对待敌人就应该快准狠 打蛇打七寸 但我隐约感觉到 这女人是来传话的 而且不像是我那大傻哥受益的 她很聪明 在我被爸爸解职后 以为爸爸捧定哥哥了 便狗障人士过来挑衅我 更重要的是 她提到嫂子的孩子 果果到底是为何 某天 我接到家里庸人 吴阿姨打来的电话 她叫我赶紧回去一趟 说家里发生了一些蹊跷事 她感觉到有一场 所以立马就和我通报 我问到 吴阿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吴阿姨回到 少爷和那个新来的女人 带着果果出门去了 您也知道 少爷从来不会主动 跟果果产生交流的 所以我觉得情况不对劲 哎呀 您和过世的沈夫人 待我们不薄 如果她的孩子 我们没看管好 我们心里真的过意不去啊 说着说着 吴阿姨便哭了起来 我安慰几句 又赶紧联系了小文 让她帮忙查查 陈子龙最近的动向 小文反馈说 我哥和梁艳艳 近期出入的场所 最多的是丽景大酒店 我突然有些印象了 丽景大酒店 950包房 我没敢耽误 立即动身 开车赶到丽景大酒店 刚到门口 保安把我拦住 说是顶级奢侈酒店 禁止随意出入 我哼记一声 把他们家的黑钻会员卡 甩到他脸上 这种当地的大酒店 上赶着给我们富豪家族送卡 进去后 我直奔950房间 刚到门口 就听到果果的哭喊声 爸爸 爸爸 你放开我 好疼啊 我的心立马 揪了起来 我平复了一下情绪 不慌不忙 从兜里掏出一张钥匙卡 贴在门上 门硬声开了 这张卡 是我刚才从客房 阿姨那里顺来的 门开后 并没有顺畅打开 还有一条细小的铁链牵着 此时 屋内的人已经察觉到异样 一个高跟鞋走了过来 我见识后退几步 一个正灯 细小的铁链断开 门砰地往后退去 一声惨叫传来 门重重地砸在了 屋内人的脸上 我冲了进去 梁艳艳正捂着鼻子嚎叫 而果果 被陈子龙揪着衣领 正抵在窗口 这是在十八楼 我突然意识到 陈子龙可能是想把果果丢下去 这是谋杀 我怒吼道 陈子龙 你疯了吗 你是要杀了果果吗 他二人看到我后 都吓了一跳 果果又哭喊了起来 姑姑姑姑 救我 我正想冲过去 打个时间差 救下果果 没想到 陈子龙直接把果果 整个身子拎到了窗外 又大喊道 你别过来 否则我摔死他 情急之下 我也慌张了 本能地停住了脚步 见这招管用 梁艳艳嚣张了起来 擦了擦刚刚撞破的鼻子 恶狠狠地说道 臭婊子 你现在不敢轻举妄动了吧 之前的耳光 还有你那狗奴才 打我的仇 今天一并要给报了 我实在没空理会这女人 直接跟陈子龙说道 你是不是傻 你这是杀人 要偿命的 这大傻子回道 反正没人看见 我再把现场假装成 他失足不就行了 说吧 还得意洋洋地笑了 这大傻子 给我整无语了 像这种能自曝阴谋的人 还能瞒得过警察 此时 梁艳艳又叫了起来 陈千千 你给我跪下 我被他这突如其来的一出 给整傻了 他继续喊着 我也让你尝尝 被人骑在头上的滋味 跪下 见我无动于衷 陈子龙抖了抖手 果果在窗外晃动了几下 他哭得更大声了 我立马弯曲了身子 在准备跪下的时候 迅速从兜里掏出了手机 对准陈子龙 我又喊道 没人看见是吧 我给你录下来 我看你敢怎么着 陈子龙一时间傻了 梁艳艳也没了主意 立即退到陈子龙身边 我说道 陈子龙 再怎么着 果果也是你的骨肉啊 你怎么能做出 这么残忍的事 陈子龙表情复杂 一时间进退两难 我继续说道 趁现在还有机会 你把果果拉进来 放下他 这件事 我也既往不救 就当没发生过 陈子龙动摇了 慢慢把果果拽了回来 果果迅速跑向我这里 趁这个间隙 陈子龙喊道 去抢他手机 二人瞬间向我扑来 好家伙 这不是送上来的菜吗 我先是一脚踹开凉艳艳 又揪住陈子龙的左耳 用力往上提着 他疼得嗷嗷直叫 我笑道 就你俩这货色 也配跟我斗 他们确实不配 但我爸终究是出面了 这件事可大可小 网大了说 陈子龙是谋杀未遂 我去报案 他一定会进去 网小了算 我就当作没看见 就这么过去 我爸的意思 就是网小了算 想平息此次事件 他当然是像着 自己的宝贝儿子 我们仨再坐在一个屋子里 老爷子先打出了感情牌 他语气缓和地说道 子龙 谦谦 咱们一家人 好久没这么坐在一起了 见没人之声 场面尬住 他又转向我 说道 谦谦 子龙毕竟是你哥哥 他纵有万般不对 我们也是骨穴亲人 相互原谅嘛 我突感一阵恶心 没好气地回道 你爽快开除我的时候 可没把我当亲人呢 老爷子脸上露出尴尬的表情 又陪笑了一下 我又问道 你的财产是不是压根就没打算分给我一分钱 他欲言又直 我立马补充了一句 说实话 不然 我现在就把你宝贝儿子送进去 老爷子脸色凝重 迟疑了会 点了点头 我笑了 说道 那这件事情 就好办了 陈氏集团 给我百分之二十分红股份 另外 国国以后跟着我 并且 要给他设立一千万的私人基金 答应这些条件 今天发生的事 我就当作没看见 老爷子没吭声 陈子龙跳了起来 他妈的 你这不是狮子大开口吗 凭什么给你这个外人这么多钱 疯了吧你 老爷子转向陈子龙 说道 要不 你去坐几年牢吧 陈子龙吓得扑通跪倒在地 说道 爸爸 爸爸 你不能这样啊 那监狱里 都是喜欢减肥皂的 我这小身板 哪经得起折腾啊 再说了 您这有头有脸的 您亲生儿子进去了 不也是给您脸上抹黑吗 听到这 老爷子一大耳瓜子 抽到他脸上 你这个畜生 做这是之前 怎么没想到这些 我从包里 拿出早已准备好的股份 转让协议 推到老爷子面前 他犹豫再三 还是咬着牙签下协议了 小文依旧感到愤懑不平 觉得不能就这样 放过陈子龙 我安慰到 一马归一马 至少在果果这件事上 我们利益最大化了 果果跟着我 保证绝对安全 还有一千万的基金 足够他无忧无虑地成长 现在的问题是 查清楚 嫂子遗物里的绳子 还他一个公道 正当我们毫无头绪的时候 一个男人找上门了 他叫沈浩然 是嫂子的亲弟弟 初看到他 我惊讶不已 不禁感叹 沈家上辈子 是结了什么善缘 嫂子样貌出众 端庄大气 弟弟竟也是一表人才 沈浩然个子高大 身板鼻挺 尽管表情严肃 但那一张帅脸 还是很吸引人的 看着看着 我不禁眼眶有点湿润 他显得有些局促 声硬地问道 请问 你怎么了 我揉了揉眼睛 说道 看到你 想起嫂子了 沈浩然 抿了抿嘴 说道 姐姐说 可以来找你 我敏锐地感觉到了什么 于是 说道 为什么要来找我 他回道 姐姐说 关于果果的事 可以找你商量 提到果果 我有点认真了 问道 嫂子 难道还有其他安排 沈浩然也不藏着掖着了 拿出手机 给我看了段视频 内容是 陈子龙把果果提拎 在十八楼外的那一段 我心里很是震惊 他说道 陈家势力确实很大 这件事 本来应该在热搜上的 但还没开始发酵 全网就没消息了 这也是 我自己顺手拍下的 我脸上有些挂不住 问道 所以 你来的目的是什么 他一本正经地回道 姐姐生前交代 如果 果果在陈家 遭受不公平待遇 那就由我出面 把果果带走 我稍微思索了一番 说道 凭空带走一个孩子 这不太好办 更何况 你的对手 是家大业大的 陈氏集团 沈浩然神情没有变化 问道 那你 也是我的对手吗 我回道 我从来都是支持嫂子的 也希望 果果得到公平对待 很抱歉 让你看到那种场景 但我向你保证 有我在 果果就是安全的 说吧 我拿出果果的私人基金照片给他看 沈浩然点了点头 说道 谢谢你 另外 关于带走果果的事 可以下次再谈 我会带给你一份文件 让你完全信任我 说吧 他起身 很有礼貌地拘了一躬 然后转身走了 高大且笔直的身子 宽厚的双肩 摆扶一致的手臂 渐渐远去 我让小文调查了沈浩然的背景 原来他是一名军人 入伍那年 恰好嫂子嫁入沈家 那他做事一板一眼的方式 就合理得多了 呆呆的 还怪可爱的 但小文表达了他的担忧 既然是亲姐姐 葬礼怎么没来 我说道 何止如此 沈家那边一个人也没来 就像没有这个女儿一样 我陷入了沉思 才开始发现 原来嫂子在我的记忆里 是一个孤独的人 既是截然一身 毫无任何家人亲友 也是婚姻不睦 难觅知己 小文又提到 沈浩然不是说 要给你一份文件吗 想必是有作用的 我恍然大悟 赶紧安排了 跟沈浩然的下次见面 我们约在了一家 安静的咖啡馆 沈浩然一身休闲运动装 鼻挺有形 像个刚下球场的大学生 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 她坐下后 看了看文件夹 又交到了我手里 随后嘱咐道 姐姐提到 如果带走国国有阻力 可以把这个交给你 我不敢怠慢 打开了文件夹 仔细看着里面的内容 主要是三份资料 一是一些复印资料 另外一个 是一张内存卡 插入手机后 读取到的内容 是一段视频 我看完视频后 早已泪流满脸 心情无法平静 继而趴在桌上 小声抽泣起来 过了一会儿 沈浩然递来纸巾 她的脸上自始至终 都是一潭死水的寂静 透着无关自我的冷漠 我接过纸巾 又问道 你看过这视频吗 她摇了摇头 我又追问 你不好奇吗 她继续摇了摇头 我不依不饶 你是冷血人吗 她突然盯着我 眼神冷峻 仿佛说着 不 又缓缓开口 说道 陈小姐 我答应过我姐 我绝对不主动 去打开这个文件袋 也急 我不该知道 里面的内容 听到这 我又是一阵鼻酸 泪眼模糊 沈浩然这块铁 也像是融化了一点 低下头 揉了揉眼睛 她说道 一些过往 我也是了解的 当年 你哥霸占了我姐 也是那年 我审核结束 即将入伍 实现我人生最大的梦想 你哥要挟我姐 如果不答应嫁给她 就想方设法 毁了我的军旅梦 我血气方刚 宁愿放弃自己的梦想 也不愿意 也不愿意姐姐受委屈 但她说 自己没事的 因为她遇到了一个仗义直言 为她出头的挚友 与她成为亲人 就不会有任何委屈 听到这 我既感动又愧疚 也明白了 她当年为何选择 嫁入陈家 沈浩然嘴唇 微微颤抖 说道 我在部队表现优异 进入了特种单位 是我姐姐成全了我的梦想 所以陈小姐 不管我知不知道 文件带的内容 我都会为了她的遗愿而奋斗 听候你的吩咐 我想了想 她最好不要知道那段视频 内容是 陈子龙带着嫂子 参加一场晚宴 嫂子偷偷录下了 他们交谈的所有细节 晚宴后 嫂子被荡成商业现金 献给了陈子龙的商业伙伴 在嫂子被推进房间后 视频镜头掉落在地上 而文件带的第三份资料 是嫂子写给我的信 信里 她道歉 说自己软弱了 不堪受辱 选择自杀 如果陈子龙对果果不好 希望我可以帮助沈浩然 带走果果 必要的话 言成陈子龙 我把资料都放回到文件袋里 顺便打电话给小文 她来取走文件袋 我嘱咐 一定要保管好 随后 沈浩然起身去厕所 我拿起化妆镜 补了补妆 却从镜子里 看到一个人从后面走了过来 那人摁住我的肩膀 力道很沉 显然是想控制住我 我立即反之 卸下他的手 然而 又涌出几个人 把我死死摁住 随后 一条毛巾捂住我的脸 没一会儿 我便意识模糊 视线里 东西都横了过来 隐约看见 沈浩然向我伸手 视线又来到街上 她奋力奔跑 却越来越远 再醒来时 我被绑在椅子上 周围看上去荒无人烟 像是一栋废弃的烂尾楼 眼前有十多个人 都是些凶神恶煞的壮汉打手 最里面的那个人 背对着我 她丢了烟 说道 他妈的 这么好的地方 怎么就烂尾了呢 为了还债 老子吃了多少苦头 她转过身 我才认出 这人是我哥 陈子龙 她脸上露着邪笑 慢慢走了过来 对我说道 亲爱的妹妹 捆绑好玩吗 我往她脸上淬了一口 滚蛋 你这个人渣 她二话不说 直接扇了我一巴掌 脸上瞬间火辣辣的 又说道 她妈的 给脸不要脸 你个外人 拿走百分之二十股份 还有一千万 很得意是吗 你觉得 老爸为啥不要你了 单纯的 是因为你妈没了 不是的 好妹妹 我来告诉你吧 她顿了顿 又继续说道 你可能觉得 你锐意改革 给集团做了很大贡献 可是你不知道 这集团是老爸 当年白手起家 一点一滴做起来的 你东改西改 搞得面目全非 这不是全盘否定 他老人家吗 她转了个身 动作轻盈 又点了支烟 开始吹嘘起自己 你再看看我 顺利谈下 与绿城的合作项目 那可是老爸 近几年心头的大项目 被我拿下了 这才能得他欢心 你说 这陈氏集团 不是我的 那还能是谁的呀 我对此嗤之以鼻 心里盘算了一下 他估计还不知道 文件代理的内容 于是说道 你不愧是大傻子 被人家卖了 还帮着数钱 陈子龙脸色瞬间变了 倾金抱起 恶狠狠说道 臭婊子 那你别怪我了 说吧 他大手一挥 对众人说道 兄弟们 我的妹妹 给你们享用了 那些人脸上 露着吟笑 慢慢围了过来 还好的是 我的腿没被绑住 趁众人靠近 我站起身 退两步 拉开距离后 一腿一个 暂时稳住局面 但很快 我体力不支 有人绕到后面 直接把我放倒 他们按住我的双腿 我无计可施 大声喊叫 可众人笑得越开心 万分危急时刻 一声助手喊来 洪亮有力 大手们都被震慑住了 我回头望去 是沈浩然 她正喘着粗气 厚厚的胸膛 跟随着呼吸的节奏 起伏跳动 她顺手捡起一个石子 迅速扔了过来 直接砸中一个打烧的脑袋 其他人回过神 全都向她冲了上去 这一刻 我见识到了真正的特种兵的实力 她出手快准狠 但又像是在戏耍这些人一样 基本一招就击退一个 这些人的群殴 显得毫无意义 没几回合 众人都伤痕累累 见她不好对付 纷纷撤了 带着陈子龙 叫嚣着跑了 沈浩然快速来到我身边 把我扶起来 我焦急问道 你怎么不追他们 她不急不躁地说道 有那份文件在 还怕弄不掉他们 况且 现在保证你的安全 才是最重要的 我心里一阵暖流涌过 这铁家伙 看起来也不傻吗 陈氏集团与绿城集团的 合作协议签约仪式盛大召开 现场请了众多媒体 我把陈炳伦和陈子龙喜笑颜开 她的新欢梁艳艳也在现场 打扮得妖艳动人 另外一方 绿城集团更是高兴不已 就在双方签约完成 众人准备退场之际 现场的大屏幕上 出现了刺激的画面 我安排小文 播放了两段视频 一是 陈子龙与绿城的董事长 在宴席间密谈合作事项 二人搞起了阴阳合同 而文件代理的第一份资料 就是见不得光的 合同内容复印件 里面显示陈子龙为了还债 背着我爸 贱卖陈氏集团资产 郁城见有利可图 便上赶着与之合作 现场 很快赶来了警察 对双方人员进行了控制 这场违规签约 在我匿名提交证据后 引起了监管部门的注意 第二段视频 主角是我哥的新欢 梁燕燕 他在酒吧的厕所里 烂醉如泥 跟老哥们透露了一些信息 我跟你们说 以后我可不能常来喝了 我呀 最近攀上了陈氏集团的少爷 陈子龙 可是你知道最好玩的是什么吗 我和他的爹地也睡了 说爸 他摸了摸肚子 说道 哎呀 现在可愁了 这肚子里的小宝宝 都不知道是谁的了 说爸 倒在了马桶旁 没错 当时梁燕燕过来挑衅我 出于更大的震慑 我让小文去调查跟踪他 于是便有了这段精彩的自爆 现场顿时鸦雀无声 过了一会儿 又蛙声一片 陈炳伦和陈子龙这对父子 一个绿了儿子 一个贱卖老子资产 互相伤害 此时正彼此红灼眼 继而大打出手 老子抓破了儿子的脸皮 血溅当场 儿子骑在老子的头上 乱全轰炸 最终 陈子龙与绿城相关人员 一并落网 纷纷判刑 同时 陈氏集团的股价应声而跌 激进腰斩 而在此之前 我早已套现 轻松入带几个小目标 我把果果送到沈浩然面前 果果非常舍不得 紧紧抱着我 姑姑 我不想离开你 沈浩然笑了笑 说道 那就让小姑跟我们一起走吧 果果抬头看着我 问道 可以吗 姑姑 我转了转眼珠 稷儿点了点头 我转了